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十二分钟屁股上场的贝尔纳戴斯基绝杀 刘文新赛季第一场比赛有一个美丽的开局 三分钟就取得领先 此时很多人会认为 刘文新赛季第一场比赛胜利就此轻松拿下 不料欠握能如此顽强 差一点一下开场第一天就曝出大冷门 刘文新赛季手战没有体现出足够的统治力 阵容随着斯罗的倒栏还处于比较模糊和困乱的阶段 打法也还在摸索当中 本场比赛是斯罗的一甲处子秀 吸引众人的目光 要说这场比赛总裁的表现 最多给七十分 不能再多了 没有进球 没有助攻 比赛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表现出自身的实力 与个有的联系也比较少 还在犹豫与队伍之外 感觉就像是刚到一个陌生环境 还不太适应 要是你单独看本场比赛最后半小时 你会发现斯罗的状态相当好 突破依旧犀利 过人依旧轻松 世门依旧威胁打 传球依旧精准 斯罗好像在场上就是高人一筹 这样的斯罗怎么前一个小时几乎没什么威胁 这个就要怪阿莱格里了 这场比赛阿莱格里 就是欠我的卧底 我在昨天的文章里还在说 斯罗位 是在边路 中路不是出路 这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用 阿莱格里手战把斯罗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这是最大败笔 面对本方球门 斯罗几乎没有威胁 即使斯罗踢中锋齐旋松已经试验过了 最终没有成功 而韵叔在一次验证这种打靶的失败 斯罗打中锋 面对防守至上的一甲 留给他的空间有限 几乎都是被对球门看住 对方的高大中后位接球 这样斯罗不仅踢得累 还限制了他突破过人远射的发挥 他本人也不是太适应 比赛中经常看到他跑着跑着就到了边路 这就是一几只短弓的支场 实属不止 斯罗踢中锋只在球队领先本方要打反击的时候奏效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后防大局压上 留下的空间巨大 当曼朱基奇上场后 斯罗的位置一到右路 效果立马显现 曼朱基奇就是尤文的本则马 他的牵制能为斯罗创造出空间 比赛能赢下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我们也不能太苛求总输 毕竟斯罗才来不久 这仅仅是总裁的第一场比赛 尤文图丝的阵容还是需要时间的打磨 尤文的真正的对手是黄发人这种级别的 惊血赢球就当是餐前开胃菜 不是他可口 没事大餐在后面 对手是黄发人的对手是黄发人的对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